欢迎来到我们的点点新闻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有几个重磅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苹果公司的最新动作 在全球果迷巧手一盘之下 苹果终于在香港时间今晚 揭开了其发布会的神秘面纱 带来了全新的iPad Pro会的神秘面纱 这款新产品不仅采用了OLED屏幕 还搭载了强大的焉丝处理器 成为UP首款真正扭阿爱驱动的设备 其售价高达7999港元起 可见其非凡的性能和独特的设计 接下来我们的视线转移到即将举行的中日韩峰会上 南韩外交部透露 三国领导人会议预计本月26日至27日举行 这是近四年半年来首次会议上 台海问题无疑将成为讨论的重点之一 这显示出区域安全仍然是各国关注的焦点 最后让我们带来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 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布莱恩公园 其郁郁葱葱的草坪将在周二重新向公众开放 这个被称为城市绿洲的地方 将再次迎来游客和市民的脚步 成为人们休闲和享受自然的好去处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一场万众瞩目的发布会上 苹果公司UP终于揭开了其备受期待的新品 全新搭载OLED屏幕的iPad Pro标志者 其产品界再次迎来了重大的升级 据经纪日报报道 这款Pad Pro不仅是自近两年以来首次更新 更是跳过了M3系列芯片 直接搭载了全新的M4系列 成为Apple首款真正UI驱动的设备 正无一位科技爱好者和专业用户 带来了一场视觉和性能的双重盛宴 发布会虽然仅持续了短短的40分钟 但Apple展示了包括iPad WordPad Airable Pencil 以及全新的魔法键盘Magic Keyboard在内的全系列新品 值得一提的是 新款iPad Pro采用了更大尺寸的OLED屏幕 不仅解决了Mini LE一光问题 还带来了更高的对比度 更鲜艳的色彩 更加的能源效率和真正的黑色显示效果 此外搭载最新M4处理器的iPad处理器的异域性能上 比搭载MAR处理器的潜力提升了1.5倍 无疑将为用户带来更加流畅和高效的使用体验 至于新款iPad Air 6虽然升级幅度不及iPad Pro 但也升级至采用暗腕芯片 并首次推出了13寸大尺寸机型 在香港 全新的11寸iPad Pro售价为7999港元起 而13寸则为10499港元起 同时Apple还发布了全新的Apple Pencil Pro和Magic Keyboard键盘配件 其中Apple Pencil Pro增设了挤压手势且支持触觉回馈 为用户提供了更加直观和灵活的操作体验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 据东方日报报道 南韩外交部透露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可能与本月底举行 这是近四年拜年来首次会议预计将讨论 包括北韩问题在内的多个重要议题 尤其是台海问题可能成为会议的重点之一 随着地缘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 三国之间如何协调立场 共同应对区域安全挑战将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而在纽约一片绿意盎然的好消息传来 据《乔报》报道 位于曼哈顿中城的布莱恩公园 Briant Park的草坪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维护后 透透将于5月7日重新向公众开访 这片广受欢迎的绿地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放松休息的好去处 还是许多大型活动如电影之夜的举办地 公园方面表示 为了确保草坪在整个夏天保持弹性 并能从大量使用中快速恢复 草坪的开发将根据维护和天气情况灵活调整 从苹果公司的最新科技产品到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的即将召开 再到纽约布莱恩公园草坪的重新开放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科技政治和社会领域的最新动态 也反映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创新合作与休闲的重要性 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 信息的流通变得前所未有的迅速和广泛 从康盛人生集团的退款方案 到加拿大全国紧急警报系统的测试 再到墨西哥监狱中的选举投票 每一个事件都在向我们展示着社会的多样性和进步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细节和意义 首先让我们聚焦在新加坡的康盛人生集团 据联合早报 该集团总裁姚鹏辉在面对期待学储存不当事件后 正通过各种沟通方式 包括面谈和顾客大会等 努力让顾客接受退款方案 这不仅是一个商业危机的处理案例 也是一个关于如何在困境中保持人情味和效率的故事 姚侯辉表示 他们不想让顾客再次失望 这显然是一个重建信任和企业形象的艰巨人物 同时 在加拿大全国紧急警报系统的测试 展示了一个国家如何利用现代技术保护其公民的安全 据加拿大之声报道 这讲名为解报就绪的系统 能够在重大事件发生时 能够在重大事件发生时 通过电视广播和无线设备向公众发送警报 这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 更是一个关于如何在紧急情况下 有效通知和保护公民的社会问题 而在墨西哥一项前所未有的措施 让收容人也能在监索内投票 这是对人权的一种扩展 如中央社报道 这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他不仅为收容人提供了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机会 也是墨西哥民主发展的一个标志 这次投票不仅是关于选举的 更是关于尊重和平等的 这三个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国家 涉及不同领域 但他们都展示了社会的进步和挑战 无论是在商业危机中寻找解决方案 还是通过技术保护公民安全 亦或是通过扩展选举权来促进民主 这些故事都向我们展示了在现代社会中 信息流通 技术应用和人权保护的重要性 每一个故事都是关于努力进步和希望的 他们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通过沟通技术和尊重人权 我们总能找到前进的道路 在一个世界充满了不断变化的技术和政治地景 故事从英国的国防部薪资系统遭受的 网络攻击开始展开 据德国之声报道 英国首相苏纳克披露了这起事件 揭示了这背后可能隐藏着背后可能隐藏着的恶意意图 尽管苏纳克并未直接指责中国 但此事引发了广泛的猜测和担忧 前部长埃尔伍德向BBC透露 这次攻击似乎带有中国黑客的特征 目的可能是为了获取英国武装力量人员的个人信息 这一指控无疑在英国政府内部掀起了波澜 国防大臣沙普斯承诺将向议会报告详细情况 而内阁大臣斯特雷德则在天空电视台的报道中表示 尽管目前还不能确定攻击者的身份 但英国政府对中国的行为保持高度警觉 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场网络攻击的简单故事 它反映了英国与中国在更广泛领域的紧张关系 英国首相苏纳克曾表示 中国对内的独裁和对外的自信 促使英国政府制定了强有力的对华政策 而埃尔伍德作为英国对华政策的鹰派人物 他对中国在香港的行为提出了强烈批评 尽管中国官方坚决驳驳斥了这些指控 但这一事件无疑加剧了英中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 另一边在纽约的华后区 一场可能由啤酒引发的纠纷导致了一名男子在杂货店内被刺身亡 根据《乔报》的报道 这起事件发生在凌晨 受害者被送往医院后不幸宣布死亡 警方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这起案件 而美国联合杂货店协会则呼吁公众不要匆忙下结论 等待真相大白 与此同时在国际舞台上 中法两国元首夫妇的一次友好会晤在香港电台的报道中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土耳马来山口受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的热烈欢迎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观看了当地的民间舞蹈表演 并留下了合影 展现了中法之间的友好关系 这些故事虽然看伏独立 但却相互交织在一起 描绘了一个由技术 政治和文化纠葛构成的复杂世界 从英国国防部的网络攻击 到纽约街头的悲剧 再到中法元首的友好会晤 这些事件反映了当今世界的多面积和不确定情 提示我们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中 保持警惕和理解 在全球体育赛事的热潮中 中国女排再次踏上征战的旅程 这次的目标是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 一场在体育迷心中占据重要位置的比赛 据乔报网训报道 中国女排在礼乐奥运会夺冠的英雄袁新月 带领着16名队员 从北京出发前往巴西 开启了他们的征途 然而这场征途中 有一位重导的人物屈膝了 朱婷作为中国女排的核心球员 此次因故未能随队前往首战赛事 无疑给球队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据中新社报道 2024年世界女排联赛的首周比赛 将于5月中旬拉开战幕 中国队将在这一周内面对韩国队 美国队 加拿大队 和塞尔维亚队 这无疑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尽管朱婷缺席 但中国女排的阵容依然强大 包括多位里约奥运会 夺冠成员在内的16名队员 都准备好了迎接挑战 这次出征的队员中 不乏新面孔和年轻力量 2002年出生的王文涵 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成都大运会上 他以出色的表现帮助球队夺冠 此次能随队出征 对他来说 无疑是一次宝贵的经历和挑战 中国女排此次的目标 不仅仅是在世界女排联赛上 取得好成绩 更重要的是 他们需要通过这一系列的比赛 争取到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在另一端美国国税局 IRS向公众发出了最后一次提醒 促请民众不要忘记申领2020年的退税 据PIXG7 至少有100万的纳税人 没有提交当年的纳税申报表 无人认领的退款总额高达10亿美元 对于纽约人来说 这笔退税金额占了近6100万美元 美国国税局强调 只要申报者不欠税 就不会因为没有报税而受到处罚 而2020年纳税年度的平均退税中值为932美元 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而在日本日元的大幅贬值引发了一场外国游客的爆买潮 据星岛日报报道 涌入日本的外国游客数量创下历史新高 他们在日本疯狂购物 从和服到刀具 从豪华大餐到名牌服饰 无一部被外国游客所侵略 法国游客勒列夫尔和意大利游客斯塔比利 就是其中的代表 他们在日本的消费体现了外国游客 对日元贬值带来的购物优势的充分利用 商家在这场爆买潮中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一些贩售传统二手货的商店和刀具商店 成为了外国游客的必去之地 而对于日本人来说 日元贬值和物价高厂 影响了他们出国旅游的思维 更多的人选择到价格低 距离近天数短的地方旅游 韩国首尔和台湾台北 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 从中国女排的出征 到美国的退税提醒 再到日本的爆买潮 这些看似不相干的事件 这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无论是在体育赛场上的拼搏 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活动 每一个事件都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和梦想 在一个装饰华丽庄重的气氛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开始了他的定任期 德国之声报道 这一天数千名宾客齐聚大克里姆林宫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普京在就职典礼上表示 俄罗斯并不拒绝与西方对话 但同时强调俄罗斯将继续走自主的道路 他的连任总统是对自己政策的肯定 包括两年前开始的对乌克兰战争 普京乐观地称 俄罗斯将战胜见有的问题 需要的是团结一致 然而美国 英国 加拿大 以及包括德国 波兰 捷克在内的多数欧盟国家 未派代表参加普京的就职典礼 民权人士也指责普京迫害异见人士 压制政治反对派和独立媒体 尽管面临内外批评 普京仍在克里姆林宫教堂 参加东正教主教基里尔组织的仪式 显示了他对权力的兼职 在这一周 莫斯科还将举行胜利日阅兵 展示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并试图表明俄罗斯并未在国际上被孤立 据报道 有八位外国元首将出席阅兵式 显示了俄罗斯在某些国家中仍然拥有萌营 与此同时在新加坡市场套礼导致海峡时报指数微跌 人共所获获 其他亚太股市大多上扬 显示了区域市场的乐观情绪 汇利正确首席股票经济谭音音指出 述隔夜美股带动亚太市场乐观情绪持续 新加坡交易所市场战略师霍伟也提到 由于市场普遍关注美国经济能否平稳着陆 股市走势更加多变 在各股消息方面 新展集团红翼化学品等公司发布了最新的业务进展 而远东屋节公布的第一季业务报告显示 净利同比大涨46.8% 营收增长10.8% 这些消息显示了新加坡企业的活跃和市场的动态变化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时一名魅力的是一名魅力女子高中毕业后选择投身飞仪计 成为一名传承百年布雕通草花的飞仪传承人 东方日报报道 朱兴被学习专业手艺 过期离乡别景前往江苏省扬州市拜师学艺 习得制作通草花的飞仪计意 通草花是利用中药材通草制作的仿真花 可放置百年仍保持原样 仍保持原样被称为中国永不凋谢之花 朱兴至今已累计制作超过一万朵通草花 他希望通过制作更多通草花传扬和继承这门记忆 这些故事展示了不同领域内的坚持与努力 无论是在政治舞台上的权力争夺 还是在股市的波动中寻找机遇 亦或是在传统手艺的传统寻找自我 都体现了人类对于理想和信念的追求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